家里有花生和白糖,就来做这道美食吧 又酥又香又甜 300克的花生倒进碗里,加清水,抓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灰尘,然后捞出来,放进炒锅里面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家里有烤箱,可以用烤箱175度烤10分钟 把花生炒熟,炒脆 炒到万一能够轻松搓掉的状态,倒出来 完全凉透之后,把花生衣给搓掉 用漏勺把花生衣给漏出来,倒进碗里 先称出200克的花生米,倒进做料机里面,盖上盖子 像这样点动,把花生给打破 不用打碎,像这样有颗粒 剩下的100克就用做料机,将它打成碎末 这个是东宁的做料机,大小一共4个碗 干料饰料都能搅,做起美食来得心应手 搅好的花生是这种碎末的状态,比较细 然后把两种花生米混合在一起 找一口不粘锅,倒进165克的白糖,小火加热 只需要把所有的白糖颗粒都融化掉,不需要熬 然后立马倒进花生碎 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关火 天气冷的时候就用最小火翻拌一下 翻拌均匀就给它倒出来,倒在油纸上面 用刮刀整理一下,再把油纸给盖过来 按压平整 每一边都整理平整,这样切出来的形状会更好看 现在的天气比较冷,整理好之后就已经成这种温柔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要赶紧切了 我们这边的温度很低,你看切到最后就有一点碎了 如果你不赶紧切的话,容易切不动 这样我们的花生糖就做好了,又酥又香又甜 整个的花生嚼起来比较香 碎的花生末吃起来比较酥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收藏起来,以后试着做一下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